嫁豪门成功可太太的女星 原来她们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光鲜 第一位 刘涛 刘涛的老公是被称为京城四少之一的王科 没想到刘涛闪婚没多久丈夫破产 刘涛疯狂演戏三年还清四亿债务 还被老公讽刺戏子来钱款 第二位 西梦瑶 西梦瑶嫁给澳门赌王的儿子 不顾模特身材的他接连生良子 尤其是未赌王生下豪门长孙 却至今都没等到自己梦想的婚礼 可见家庭地位一般 第三位 李嘉欣 李嘉欣自出道便有着富豪收割机的称号 千条万选最终嫁给了传王的孙子许靖亨 没想到丈夫许靖亨无权接管家族遗产 只能按月领取生活费 第四位 王燕 王燕22岁嫁给地产富翁王志才 只比妻子大八岁而已 还要每天跪着给贵族婆婆洗脚 看似风光却有苦难言 第五位 周慧敏 周慧敏的丈夫倪正 一直有着豪门浪子的美誉 结婚多年一直绯闻不断 周慧敏容忍丈夫多次出轨 卑微地不敢提离婚 第六位 徐希蒂 徐希蒂老公是一位金融大恶 婚后徐亚军一直有出轨行为 还多次传出小S被家暴 小S独自一人默默承受 第七位 郭碧婷 郭碧婷的公婆 是众所周知的娱乐大亨 嫁入豪门后被婆婆控制成傀儡 剪个头发还得经过向泰同意 老公向左也公开说过 夫妻俩都听向泰的 第八位 张嘉妮 张嘉妮的老公买超 是位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公共是某公司的董事长 如今张嘉妮与买超 已结婚七年生两子 还没有得到公婆认可 依然称婆婆为阿姨 第九位 张雨琪 三十岁的张雨琪与富商袁八元 认识十天相恋 七十天就闪婚 没想到张雨琪豪门太太难当 可谓是比刘涛还惨 老公袁八元欠债数亿 连豪宅都是租的 看了这些嫁豪门的女星 你还幻想一部登天吗